敲黑板说观点 几个最重要的观点 关于加沙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 关于以色列在加沙 大规模的制造人道主义灾难问题 这几条原则 第一条 巴人之霸 而不是以人之霸 巴人就是巴勒斯坦人 叫巴勒斯坦人自己管理自己 而不是以色列人去管制巴勒斯坦 以色列人你没有资格 你凭什么把人家 二百多万人圈在一个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一关就是关了半个多世纪 这不叫人道主义灾难叫什么呀 第二条 两国方案 而不是异国方案 以色列你建国了 你根据18号决议 但是巴勒斯坦国在哪呢 必须是两国方案 而不是异国方案 以色列建国了 巴勒斯坦建国 遥遥无期 现在巴勒斯坦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这没有道理 第三条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必须奉行全面的原则 公正的原则 持久的原则 离开这三条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所有的那种方案 都是不对的 第四条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它为什么不可以是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因为巴勒斯坦国还没成立吗 第五条 那就支持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比方说土地化和平的原则 比方说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原则 建立以六七年边界为基础的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 享有完全主权的 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我跟各位说的这一五条吧 这是联合声明当中的最重要的条款 我摘出来来跟大家做特别强调 关于巴以冲突的联合声明 谁关于巴以冲突的联合声明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 昨天上2024年的1月14号 我们王毅外长访问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阿拉伯秘书长盖特举行的会谈 双方就巴以冲突困地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以下共识 共识第一条就停火 立即停火 全面停火 全面有效的落实联合国安理会 还有联合国大会就加沙局势和巴以冲突通过的有关决议 切实保护平民 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违反国际法 以及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反对强行迁移巴勒斯坦难民 呼吁尽快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员 尽快建立人道主义协调机制 通过可持续的快速的安全的无障碍的机制 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准入 现在即使全世界各地你送过来的物资 以色列不让进啊 不让你入啊 就三个口 他全堵着 他检查 他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所以二百多万苦难的巴勒斯坦老百姓啊 饥饿 贫困 伤病 死亡 威胁 被赶出了家园 这是21世纪最大的 天天直播状态的 扎人眼睛的人道主义灾难 所以这次中国和阿盟的这个联合声明的第二条 就强调国际社会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并实现停火 特别强调有影响力的国家 尤其要为此发挥客观公正的建设性作用 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倾听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 以及其他反对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平民 发动战争国家的呼声 切实承担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的责任 并且为此采取有利的措施 这个联合声明还有第三条 就是任何涉及巴勒斯坦前途命运的安排 我们认为都应该遵守巴人治巴的原则 应该致力于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和解 巴结组织和那个哈马斯 他们内部也是超成个没完嘛 强调中阿双方支持巴勒斯坦内部各派 参加包容性的民族对话实现上述目标 至于巩固巴民族权力机构 支持他在现在这个阶段下发挥作用 总得有个头吧 第四条 联合声明强调 两国方案始终是任何关系到加沙地带 包括越南和西岸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人民命运的安排基础 这是彰显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的自决权和独立建国权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五条就是强调应该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 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支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土地化和平原则阿拉伯和平倡议 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 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第六条说 红海局势声闻 双方强调应该尊重野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确保红海国际商业航线的安全 应该抵制威胁航运通道安全的风险 这是关乎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优先事项 联合声明呼吁各方推动局势降温 特别是尽快平息加沙战火 防止外溢影响进一步扩大 切实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还有第七条第八条 都是在前面一些总原则之下的一些呼吁和建议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从中国和阿蒙的联合声明当中 我们能看到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国支持加沙地带的和平努力 人道主义立场 从来就没有变过 这个事情有个背景 大家知道吧 就以色列过去啊 几十年里依靠中国的公知 制造了大量的以色列的人设 什么最人道呀 什么当年受过迫害呀 什么他们最契约呀 他们对中国人民友好呀 他们离上帝最近呀 上帝最垂青他们呀 他们特聪明啊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 都是些好的人设 但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奴役和压迫 还是啊 很多本能的怀有人的良知 抱有起码同情心的中国人民 在互联网条件下看到了以色列对加沙人民是怎样的一种对待 所以他们的人设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崩塌的状态 因此他们有些恼羞成怒 像我这样的人 我在基本当中因为持这样的观点 所以他们就把我告到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告到美国驻华大使馆 说中国是反游 我们是反对你们犹太人的优越感 反对犹太人建立的国家的右翼的政府 如此惨绝人寰 我们不是反游 我们是反对你们不把巴勒斯坦人当人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金明斯巴南 再见